我的医生建议我养一个宠物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养什么宠物 你们养了什么 当然养狗啊 狗是最好的宠物 我的狗是我最好的朋友 养狗的好处太多了 跟其他动物比 狗更聪明 也更喜欢跟人一起玩 还有 每天遛狗 会让你做更多的户外活动 养狗还会让你的家更安全 我家的宠物是猫 为什么养猫 为了让我的家人身体和心理更健康 因为我听说 如果家里有猫 可以让孩子少玩电脑 手机 养猫不但对孩子好 对老人也很好 以前 我们去上班 孩子去上学以后 我的爸爸 一个人在家会觉得很孤单 现在 家里有了猫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他也不觉得孤单了 我非常想养猫 但是我的家人都不喜欢猫 我只有16岁 还不能自己养猫 虽然我也喜欢狗 但是我怕狗 大狗小狗 我都怕 所以最后我养了一只兔子 我觉得兔子很可爱 而且很安静 现在我越来越喜欢我的兔子了 因为养兔子很容易 你不用给它洗澡 你也不用每天遛兔子 如果你和我一样工作很忙 没有很多时间照顾你的宠物 那你可以养乌龟 因为乌龟真的太容易养了 我常常出差 但是我不会担心 没有人照顾它 它很小 你搬家的时候会很方便 它也很可爱 我最喜欢让它在我的桌子上爬了 从小到大 我们家养过很多宠物 比如鸟 鱼 仓鼠 我爷爷最喜欢养鸟 它有一只鹦鹉 每天早上都去公园遛鸟 它还喜欢教鹦鹉说话 现在它的鹦鹉会说 你好和谢谢 我爸爸喜欢养鱼 下班以后 它总是一边看鱼 一边和鱼说话 我爸爸说 如果一个人可以养鱼养得很好 那它一定很聪明 第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喜欢养狗 这个女生为什么不能养猫或者养狗 最后一个女孩家 养过什么宠物 我妈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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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才不是划估狀 我妈听说 那怎么办 我妈听说 感谢观看